今天的题目是靠主继续前行 我们来到了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 在这整封书信上 我们可以略微地来解释说 这封信是彼得写给那些被分散到各地 因为受逼迫被分散的这些基督徒来劝勉他们的 所以他要劝勉他们在经受这些种种的苦难 种种的逼迫中 要知道上帝会拯救他们到底 他会在这个思念中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平安地把我们带到天家 所以他一直的鼓励这些基督徒 不要害怕这些逼迫 不要害怕生命中的困难 要继续地仰望主 继续地前行 在他这封信的结尾 他又再次地提到 我们要警醒 记得自己是在这世上 做基督的精兵 打属灵的征战 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 有一个巨大的敌人 这敌人他要阻止我们忠心于上帝 甚至他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们 所以首先他叫我们要当心这个仇敌 这使徒要我们信徒 当心小心提防的这个敌人 到底是谁呢 这个敌人就是撒旦魔鬼 当然从圣经我们知道 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三个死敌 所谓的死敌 要致死我们的 第一就是我们所活在的 这个世界的这种风气 这种想法 这世界是敌上帝的 第二是我们自己的罪性 我们有一个罪恶的本性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自然 不要听上帝的话 要违背上帝话的这种心 这也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救人 第三就是撒旦魔鬼 那今天在这个段经节 使徒彼得所要强调的这个敌人 就是撒旦魔鬼 亲爱的弟兄姊妹 魔鬼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你可知道魔鬼 在你和我和其他人的生命里面 他正不停息地 要在发动攻击吗 他在攻击我们 你可知道吗 有些基督徒对撒旦的看法 或许他过于的极端了 他们把一切都怪罪于撒旦魔鬼 甚至有时候把自己的懒惰 也怪成是撒旦魔鬼 是我懒惰的 不是因为我懒惰 是魔鬼害我的 他们似乎在每一个的角落 都可以看到魔鬼的工作 全部都是魔鬼 魔鬼魔鬼 不关自己 他们太极端了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把魔鬼当成是 哎呀小儿科了 这魔鬼能够做什么呢 他比我还要弱啊 所以就太看清 太低估魔鬼 所能给我们制造的麻烦与破坏 魔鬼憎恨上帝 魔鬼 要是敌对上帝的 所以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上帝 所要做的一切 这就是魔鬼 虽然魔鬼知道 他 他赢不过上帝 但是他这个 可恶的罪恶的心 使他 就算知道敌不过上帝 他还是要破坏 他还是要搞破坏 他还是要敌对上帝 这就是魔鬼 他不会放弃 他不会清晰 他要继续的 做出 破坏上帝旨意的工作 所以他憎恨耶稣 他也憎恨所有 跟随耶稣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 因为他要破坏 上帝在你和我生命里面 所做的工作 虽然魔鬼 他没有能力 植入这个罪恶的思想 在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或者直接的 促使我们去犯罪 推我们去犯罪 魔鬼虽然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 他可以通过 种种的这个试探 或诱惑 来攻击我们 这个魔鬼 他很精明 他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 可能你的弱点是 你很贪心 可能我的弱点是 我很小气 我很自私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 他就朝着这个方向来攻击我们 他就所谓的 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 适合的这个诱惑 使我们很容易就被绊倒 很容易就受引诱 而犯罪 不要忘记 罪之所以侵入了这个世间 是因为亚当和夏娃 听信了魔鬼的谎言 受到了诱惑 因此掉进了 撒旦的陷阱 得罪上帝 因此罪才进入世界 你可想 当时的亚当夏娃 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 是完美的 没有罪的 亚当夏娃 竟然都会被这个魔鬼 给的谎言给引诱 而使到他们犯罪 何况是你和我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不完美的 我们更加的容易受到诱惑 所以这魔鬼 是危险的一个敌人 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也告诉我们说 撒旦魔鬼也经常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像光明的天使 一个我们绝不会想到 从那里会有什么危险的一个人物 但他就是这样 他不会来到你面前说 我是魔鬼 我要你犯罪 他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他是披上羊毛的狼 他要来使我们 不知道 甚至不知不觉中 被他引诱而犯罪 所以我们要小心 撒旦是一个狡猾的骗子 撒旦 从过去和现在 都在用无穷无尽的方式 来欺骗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终 他的目的是要他们走上 灭亡的道路 进入地狱 自从他在伊甸园 使到成功的诱惑 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天起 他就一直不停息的这么做 你可以想象 这几千年来 他不停息的引诱人犯罪 使人不听上帝的话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魔鬼 他是在这方面非常高明的专家 所以在我们这段经节里面 第八节就形容 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彼得说 你们的仇敌魔鬼啊 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里彼得为我们描述 这魔鬼的三件事 就是你要知道 你们的这个仇敌魔鬼 他是很残忍的 他也是很活跃的 他也是很强大的 首先 魔鬼是很残忍的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那些纪录片 纪录片里面的这个狮子 狮子他要捕捉他的猎物的时候 他会不会因为 哎呀 这只绵羊这样小 这样弱 我就放过他 或者他在咬这个羊的猎物的时候 这个羊叫啊 或者他的母羊在那边哭啊 他会不会说 哎呀 真可怜啊 哎呀 把他放掉了 不会 他绝对不会心软 他绝对不会停止吞吃 他所抓到的这个猎物 这个 彼得他就把魔鬼形容成像这狮子一样 撒旦也像狮子一样 不会对人有任何的同情心 或者怜悯 他不会可怜你和我的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杀戮 和灭绝 所有他可以吞吃的人 所以在属灵方面 如果我们像一个人走在山坡旁边 结果突然间 滑下这个山崖 但是 让我们抓到一根树 我们就当然是抓紧这个树啊 想要再次的爬上来 这个魔鬼会不会说 哎呀 你差一点摔下山 差一点摔死 好了 就放过你了 魔鬼会不会这么做 他不会 他会走上前来 可是他走上前来 不是来帮你 他走上前来 再揣你一脚 让你放手 掉在山下 这个魔鬼就是这样 残忍的一个敌人 而且魔鬼是很活跃的 第八节说 他遍地游行 他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虽然魔鬼不是像上帝一样 无所不在 但是他很活跃 他没有停止 他没有休息 他一直继续地来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不是某个时间 这个每年的某个月 他会出来找我们 不是 他每天每刻 他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是黑暗的首领和王子 所以不只是他一个 他在他手下 有一大群堕落的天使 都听从他的命令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 这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 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因此也照着他的话去行 也通过这一切来影响 来使到人犯罪 他非常活跃 不要以为他有休息的时候 他休息我就可以休息 他没有停止的 所以你要注意 你这个敌人是这样 他不只是残忍活跃的 他也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是强大的 狮子我们都知道 在森林的野兽中 他是算为野兽之王 因为他的力量强大 我们可不要忘记 撒旦魔鬼 他不是人 他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都知道天使 是非常有能力 非常强大的 所以 我们知道 虽然他的力量 受到上帝的约束 但是他不是弱者 他不是像一只小猫 如果你去一个人的家 他里面有一只恶犬 非常凶猛的一只狗 可是他跟你讲 你不要怕 我的狗绑起来了 虽然是绑起来 他不能够冲上来咬你 但是你会说 既然他绑起来了就没事 我就走上前去 你会被那只狗咬死 对吗 魔鬼虽然像被上帝 用铁链给锁起来一样 但是他像那只绑住的狗 你如果去惹他 你就完蛋 所以 我们的仇敌魔鬼 彼得说 是像一只残忍 活跃 强大的狮子 那我们当怎么做呢 第八节 他就因此说 你勿要谨守警醒 彼得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这里劝勉信徒们 要警醒 如果你还记得 在第一章十三节 还有第四章 第七节 他都同样的劝勉 每一个信徒 都当谨慎自首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知道 你的仇敌是这样可怕的 一个仇敌 这样狡猾残忍的仇敌 你当然要谨慎谨守 警醒 这里 动物园离我们很近 如果现在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 动物园一群的狮子都逃脱了 到现在还没有被抓回 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随随便便的不看路吗 你会非常小心 非常警醒 否则就变成狮子的午餐了 这里 警醒的意思 是保持清醒 而不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或者一个沉睡的人一样 你要警醒 你要清醒 你要注意 因此 注意你周围的环境 注意 这是在属灵方面 彼得要我们警醒 我们要注意 注意什么 注意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跟其他的人是怎样的交往 我们是会不会受到这世界的风气的影响 使我们的思想 也使这世界的人一样 违背上帝的话 我们所花的时间是花在哪里 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些年轻人所看的这些网站 是什么样的内容 会不会使我们犯罪 使我们违背上帝 律法的地方 我们注意我们脑海中所想的 我们的自私涌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贪心涌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淫念涌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看到 马上的警醒 这是魔鬼要引诱我了 我要马上的逃离 马上的求主帮助 赐我力量 来抵挡这个引诱 使我不犯罪 弟兄姊妹 我们要警醒 不要轻易的成为 撒旦啊 不是上帝 如果你再看那个 单章的 不要成为撒旦的猎物 要时刻地保持清醒 不可在 好像一个驾车的人 在这个方向盘上睡着 在属灵方面 我们不可以睡觉 我们要警醒 也要第二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那个仇敌 像吼叫的狮子一样 正在到处 来寻找可吞吃的人 第二 我们也要用 坚固的信心 来抵挡他 不只要注意 你注意到 可是你没有办法 抵挡也没有用 对吗 你看到那个狮子来了 你完蛋了 那个狮子找到我了 你要有办法来抵挡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 来抵挡呢 用坚固的信心 我们基督徒 不只需要悔改一次 相信一次就够了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不断继续悔改的 因为你和我还不完美 对 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看到自己的罪 我们悔改 悔改是什么 悔改是停止犯罪 转向上帝 跟随上帝 做正确的 你之前你走错路了 走进危险 现在你转向上帝 走正确的路 基督徒的生命 是继续悔改的 每天我们都需要悔改 不是信主的时候 我信主 或者我来洗礼的时候 我悔改了 OK好 我现在不用再悔改了 我已经悔改了 现在继续 做我要做的 基督徒的生命 是继续 以信心 跟随主 悔改 每天我们都需要 因为我们 每天都还软弱 都还犯罪 为什么 有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的灵命 好像冷淡了 有些 我们这里 做基督徒 好多年了 为什么 好像比起以前 甚至比起我年轻的时候 好像属灵方面 没有那么的热心爱主 为什么冷淡 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们停止看到了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罪信 继续悔改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不错了 不需要悔改 不需要 这悔改 必须继续 继续到我们死为止 而且要继续相信主 心中要坚定不移 相信主耶稣的带领 主耶稣的话语 所以当一个人洗礼后 不是一个终点 弟兄姊妹 这只不过是提醒我们 耶稣已经洗净我们的罪 这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给我们新生命了 我们要继续的照他的话去活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终生在这属灵的征战中奋斗 我们的信心将不断的 经受各样的诱惑 各样的试验 我们要继续的靠主来抵挡 所以我们要抵制和拒绝 一切违背上帝的话 和建议或者诱惑 我们不要这么轻易的屈服 放弃 我们绝不能让自己 做出如此忘恩负义的事 上帝这么的恩待我们 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 我们怎能来违背他的吩咐 忘恩负义呢 我们不可以忘记 那个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主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怎么样的抵挡魔鬼呢 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绝不是撒旦魔鬼的对手 肯定抵挡不了撒旦 但靠主耶稣 我们将得胜有余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 那里也告诉我们说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在你里面的 比在世界上的更大 谁在我们里面呢 是圣灵不是吗 当我们接着耶稣信 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 圣灵不只使我们信主 圣灵也住在我们里头 来做我们的宝慧师 来带领我们 赐恩 赐力量给我们 所以在我们里面的 比在外面的 甚至比魔鬼还要大 所以我们靠着圣灵 靠着上帝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第九节说 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们 不只是要用信心 而是这个坚固的信心 这坚固的信心不是因为我坚固 这坚固的信心是因为神是可信的 这信心是什么 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耶稣基督里 这坚固就意味着像磐石一样的坚固 坚硬稳固 只有对耶稣 主耶稣有的这个真的信心的人 才能够有这种坚固的信心 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那里 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我可以忍 我很有力量 不是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是全能完美的救助 祂是可以信靠的救助 祂是唯一的根基 唯一的磐石 所以我们信心 在耶稣里是坚固的信心 你去信别的东西 那个是不坚固的 不能够坚固的 在基督里 这个信心 是坚固的信心 要用这个信心 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信心 来抵挡魔鬼 这就是关键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 神的话语 也就通过上帝向我们启示 祂自己的话 使我们能够知道 怎样的来面对我们的敌人 我们 当我们认识了真理 顺从真理 顺从上帝 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 不被撒旦 魔鬼的谎言给迷惑 以至于犯罪 这也是保罗在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和十一节 所说的 我还有 为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 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你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你就可以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武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你穿上上帝 所赐的全副武装 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而是用上帝的话语 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然后 我们 知道我们的敌人 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要周围 警醒 注意 警守 我们也要 带着这个 坚固的信心 来面对它 来抵挡魔鬼 我们也要 往上看 仰望 仰赖 这次诸般恩典的神 这里 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都 都在这属灵的征战中 失败 这里说 你就可以抵挡神 但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都失败 我都犯罪 我没有 每一次都能够抵挡魔鬼 这里告诉我们 要仰赖 赐诸般恩典的神 你就可以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忘记了 继续依靠神 第十节说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造你们 得奖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这里提到的这个战受苦难 是指苦难的程度 还有苦难 受苦难的这个时段 这个时间 这苦难是暂时的 是有限的 而且 彼得用这暂时的苦难的程度和时间 来与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来相比 哎呀 这个是永恒的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你这个 这个 暂时 受到这个苦之后呢 上帝必要 来怎样的 成全你们 罗马书也 第八章十八节 也说过 他说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以建议了 当你跟 以现在你所受的苦 跟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 哎呀 就不足以 建议了 这个比起来真的是 很小很小的事 不用建议 那个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也说 我们这自赞 自轻 是赞时 是轻的苦楚 为要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这就是彼得在这里 所要讲的意思 你们 等你战受这个苦的时候呢 这个自赞自轻的苦 上帝要给我们的是 极其 无比 永远的荣耀 圣经中 上帝没有 从来没有应许说 基督徒不用面对 任何的苦难 但第十节 告诉我们 上帝 应许 不要亲自 为我们 通过这些苦难 做三件事 首先 上帝 不要亲自 成全你们 这里成全的意思 是有这个修补 恢复成到完整的状态的意思 这个例子就好像 那个捕鱼的网 破洞了 那么要修补 使它恢复成完整 可以使用的状态 上帝换句话说 会将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罪人 修复到完美的状态 由于我们犯罪 由于我们的罪 我们本来是 我们本来是 应当是 披上 一袍 洁白一袍的人 但是 由于我们的罪 我们这个袍子 被 罪给 玷污了 使到 我们的 这个 所谓的 袍上 有很多污点 也有很多破洞 但这里说 上帝会 成全你们 上帝会修补 这破损的地方 洁净这污秽的地方 是上帝 开始了这项工作 当他拯救我们 他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这项工作 他将要完成 这项工作 使我们 完完全全的 预备好 接受上帝 所要赐给我们 在天上的 基业 所以他 要 成全 我们 他也要 坚固 我们 上帝会使我们的信心 坚信不移 上帝会把我们 固定 在这 稳固的 根基上 使到我们 不自动摇 这样 即使 受到 无数敌人的攻击 我们 也不会 被毁灭 我们也 能够 站立得稳 忍耐到底 诗篇 一百二十五篇 第一节说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这个山 容易摇吗 山代表稳固 永不动摇 这里说 依靠耶和华的人 就像这个西安山一样 永不动摇 因为上帝会兼顾我们 第三 这里也说 上帝会赐力量给我们 上帝会赐能力 使我们能够面对 这一切 也 使我们能够 做我们当做的事 不会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办呢 上帝会赐力量 就像 但以理书 第十一章 三十二节 所说的 作恶 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巧言 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认识神的子民 他们能够刚强行事 他们的刚强 他们的力量 从哪里来 从上帝那里来 所以虽然 魔鬼强如 吼叫的狮子 但 主耶稣 是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祂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倚靠祂 我们将能够 站立得稳 只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够 有安全 不被这吼叫的 魔鬼 像狮子一般的 吞吃我们 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十一节也说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哥念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 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在保罗所受的一切苦难中 保罗说 上帝 主都把我给救出来了 所以靠着主 我们得胜有余 因此 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说 疲乏的 他赐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然 全然跌倒 但 那等候 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 必如阴长 斩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却不疲乏 等待 等候 耶和华的人 就能够 重新得力 因为上帝 赐我们力量 第四节告诉我们 赐我们力量的这个上帝 是那个赐诸般恩典的神 上帝赐诸般恩典 赐种种各种各样的恩典 赐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恩典 祂是赐诸般恩典的这个神 赐我们所需要 所不能没有的恩典 一切都来自神 所以面对 撒旦摸鬼的攻击 神对我们说 你虽然是软弱的 但是我的恩典 够你们用的 我们 靠着这赐诸般恩典的神 当在敌人面前的时候 我们 能够抵挡他 所以让我们抓紧 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在其中 站稳脚步 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 我们有一位在基督里 深深 关心我们 顾念我们 爱我们的神 祂是赐我们诸般恩典的神 赐我们恩典 我们这些不配得到任何恩典 祂还是诸般恩典的神 所以我们 可以信靠祂 祂 祂也 应许 在这里说 祂必亲自 成全我们 兼顾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所以 我们不用害怕 祂做不到 天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四节也说 那照你们的 本事信实的 祂必成就 这事 祂所说的 祂肯定会做到 你想 最终赐给你冠冕 这天上基业的上帝 难道不会赐给你 你通往这 这 前往天国道路 所需要恩典的 这个 这 所需要的一切 这上帝难道不会赐给你吗 祂都答应要给我们 这天堂的荣耀 难道 前往天堂荣耀的道路上 所需要的恩典 祂不会赐给我们吗 肯定我们可以信告祂 无论我们遭遇何等大 何等多的困难 无论我们身处在 何等困难的处境 祂是那个在基督里造我们 得享祂永远荣耀的那一位 所以上帝以祂的恩典呼召我们 祂绝不会让我们自生自灭 而是祂会保守我们平安到底 是的 是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造你们 得享祂永远的荣耀 不是因为 我们自己任何的功劳 是因为祂赐恩典 因此所有的荣耀 都当归给神 因此我们当以感恩的心 主啊 如果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来打这场仗 来面对魔鬼 那我就完蛋 但是感谢祢 祢赐我吃猪般的恩典 所以 不是靠我的能力 不是靠我的善行 完全靠主耶稣 给我成就的 完全靠上帝 所赐给我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将一切荣耀归给祂 难怪 难怪这个彼得 他在十一节赞美上帝说 愿全能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有些时候我们 是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这些好处 不要忘记赐恩典的这个上帝 上帝答应赐恩典 但是不要忘记赐恩典的这个上帝 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伟大 当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爱 上帝如何恩待我们 我们就会更加的要跟随祂 亲近祂 把我们的视线 放在上帝那里 放在主耶稣基督那里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彼得 在当时劝勉这些受苦的基督徒 不要让这些周边你生命的困难 不要让魔鬼的攻击 使到你灰心 把视线放在上帝那里 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 那个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那里 那个为我们舍命的戴罪羔羊那里 那我们就能够接着祂来面对一切 这就是所有基督徒 现在已经在天堂的基督徒 所经历的这个见证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这里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 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所以彼得也在这里说 这是你们的弟兄姊妹 所遭受的 他们也承受过这样的痛苦 所以你们要忍耐 要像他们一样 在希伯来书 十二章第二节也说 我们更重要的 要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岂没有看过 那些忠心的基督徒的见证吗 在我们当中也有好些 这些非常感谢上帝 荣耀上帝的例子 不是吗 在他们生命里面 受极大的痛苦 在疾病侵略他们的时候 辛苦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上帝那里 得到真的是无可形容的平安 喜乐 他们就是这上帝信实话语的见证 他们也经过同样的痛苦 他们也经过同样的试探 但是他们成功了 所谓的成功了 是因为他们依靠上帝 我们还有要走的路 让我们继续的 依靠这永不改变 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继续的来走这成圣的道路 直到我们面对面 与主同在为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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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